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必 偏僻的铁路如何成为沙漠里的生命线 在它的背后还寓藏着多少显为人知的故事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何必滩生的军令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9月29号 万众瞩目的天宫一号圆满发射成功 整个发射过程堪称完美 而这完美的背后倾注了无数航天人的心血 人们的目光也很自然的都投向了刻苦钻研的科研人员 不过 在卫星发射中心 还有这样一群不为人知的铁路军人 为了卫星运输 他们常年累月驻守在荒无人烟的隔壁滩上 由于从事着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 所以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今天就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军人 走进他们为之守护的这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神秘铁路 每周一三五的早晨都会从东风火车站始发一趟列车 开往两百多公里外的清水站 每次火车出发前 人们总会看到站台上这几位军人的身影 与此同时 在距离东风车站六十公里处的铁道上 也有几位战士正在忙碌着 这些平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小伙子 如今摇身一变 有了另外一个身份 这位带队的四级士官杨天保 变成了铁路养护段的段障 其他战士则变成了铁路养护工 而在东风车站的这几位军人 也都有着各自特殊的身份 中尉排长卢慧龙是列车站 其他战士都是列车员 每天列车出发前 卢慧龙所在的乘务组都会提前来到车站 进行列车检查 装载物资等一系列工作 同时乘务组还承担着一个重要角色 那就是游递员 随着带往各连的物资陆续装载完毕 军列也即将发车 尊敬的旅客们 由东风开往清水的三名二十列车 马上就要开车了 请没有购票的旅客们抓紧时间购票上车 我国采取实名制购买火车票 才刚刚起步 但在这趟军列上 实名制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 每位乘坐列车的乘客都必须持证件购票 检票时还要出示证件核查身份 有票无证者 一律不容许乘车 乘坐这趟列车的大都是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军人 职工还有家属 尽管他们都是内部人员 但依然要遵守严格的乘车制度 就在卢奎龙列车长认真核对每一位乘客的证件时 杨天宝正带着战士们 开始他们今天的工作 修正铁路 一二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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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这个是这个线路 这个维修长认的这个启动作业 这件作业从这件作业了 是两股稿轨打到水平面 经过这个列车的诱行是有些地方呈现 不提示整治的话 是列车有这个上下解破或者作用有好 甚至引起这个列车出回白车 结果这件作业了 是法车打到火车过去平稳 不间断的运行 列车的行驶不仅会造成铁轨上下不平 甚至左右挽曲 所以战士们必须定期调整轨道的挽曲度 我说要投资们 我说要投资们 国道既是一项技术活 又是一项力气活 时间久了 每个人手上都长满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而就是这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维护着这条铁路 维护着这条铁路 从东风站向西两百多公里 至清水车站 全城都是茫茫戈壁 满眼荒凉 千百年来 这里几乎寸草不深 虽然短短的两百多公里路程 但这趟军力 需要走上五个多小时 两百多公里路程不远 但是我们的火车 每隔十公里之后就要停车一次 因为十公里就有一个点号 点号上的官民就是 负责这条铁路的畅通 也就是维护铁路的 而他们在点号上 需要物资的共计 火车要把物资在点号上放下去 所以每隔十公里要停车一次 火车行驶途中 列车长会再次核查 每位乘客的身份和车票 之所以有这样严格的检查程序 完全是因为东风航天城的特殊性 这条铁路不仅担负着 卫星和科研物资的运输任务 同时也是东风航天城 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铁路 1958年2月22日 毛主席亲自签发了在甘蒙交界的戈壁大漠上 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实验基地的文件 由于发射场特殊的荒漠地形 方圆百里没有人烟 要想将各种物资运输到基地 必须修通铁路 经过多方研究最后决定 就在茫茫戈壁上铺设铁柜 在当年那种艰苦的条件下 每一根枕枕木 每一颗稻钉上 都倾注了战士们无数的心绪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修建 军列轰鸣声正是在寂静的戈壁滩上响起 迄今为止 它已经完成了我国七艘神舟系列飞船的运输任务 从东方站出发 火车每行驶十分钟就要停车一次 每次不超过一分钟 主要是为了点号官兵上下车和补充吉亚 十几个车站 十几个点号 加起来 火车从东方站出发到清水站 总共要经停三十多次 因此很多官兵 将这趟列车称为招手停 生活和生产用的东西 这也带过去 对对对 什么都有 菜板 菜道 面粉 勺子 反正需要的我们都带 我们能带的我们也都带 除了威蜜瓶 三瓶之外 所有东西都可以带 因为只有这趟火车 我们不带 他们没法补养 没法送过去 只能靠这趟火车 也就是一条唯一一条生命线 这条铁路线上常年驻守的七百多名官兵 每一个车站都驻扎着一个连 每一个点号都驻扎着一个牌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铁路 这趟火车也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杨天堡所在的162点号 是这条铁路线上任务最繁重的一个点号 因为这里方圆几十公里 都是一望无际的隔壁滩 没有人烟 没有树木 也没有草地 一年四季都是黄沙飞舞 所以清理轨道上的击沙 就成了阳天堡他们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 二月份开始到五月份这段时间 这是风沙最大的时间 还是风季 沙子如果不及时清理 就会造成火车出轨和翻车 这条铁路常年被风吹雪压 严谦腐蚀 线路经常出现故障 内地十年修整一次的线路 这里一年就要全面整修一次 162点号负责左右各四公里的铁路维护 而这八公里的整修 往往得让杨天堡和他的团队 忙上一年的时间 八公里的路程听起来不是很远 但是钢柜上所有的螺丝 口件 轨枕等配件 加起来有几十万个 每一个都需要锁紧或者替换 我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有任务 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长了十几年的冷冰 我都感觉到受不了 我从这个铁路上走着 那风吹过来也特别烫 我就快往下面跑 跑下去更烫 一往上面跑 就那一天中午 我们的一个新战友 一个同仁 都执行完任务会的时候 就已经中暑了 就那一中午就中暑了 在他们看来 繁重的劳动算不上什么 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 还是这里恶劣的气候 改地区每年降水量极少 而年蒸发量则是降雨量的几十倍 这里的地表温度能达到45摄氏度以上 尽管如此 经过这里的人们 总能在这片荒芜人烟的隔壁上 看到一个个拱着腰顶着烈日 挥舞着稿头的绿色身影 杨天宝带领的点号战士 用自己的青春守护着这条铁路 不管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 他们都必须要完成一项工作 那就是寻道 自从有了这条铁路 寻道就从未间断过 每个寻道战士随身都会携带一块寻道牌 然后和相连点号的寻道兵会合 相互交换寻道牌 像我们这个早上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点号 就是从朝这个清水发下走 过去4公里 回来4公里 就是8公里 下午呢 它就是从我们这个点号门口出去 朝东方下走4公里 过去4公里 回来8公里 就单程16公里 寻道是一项枯燥单调 重复的工作 每日在这条铁柜上行走 看到的只是茫茫隔壁 听到的只是单调的风声 这会是艰苦了你 这个工作 这个人家说的好吗 在北历史好好出状元了 只有你热爱他 你用心去了 人家家的也就感觉 人对这项工作也可能才很 就像人与人之间有感情了 人就慢慢的就喜欢上他了 对于162点号的官兵们来说 列车每一次停靠 都是一次心灵的期望 和精神的交流 我车将他们的信件 连同思念带出去 也将他们所需的物品和家人的牵挂 带进来 随着军列的正常运行 火车缓缓地驶进了162点号 哎 杨伯长 这是带给你东西 这就是昨天给你买的水币 还牙盖 牙刷清洁裙 这是上次带的那个 是回笔的那个钱 好好好 多推手 下次带上来 好好好 军列每经过一个点号 几乎都会收到这样的信封 这些信封里面大多数装的 都是官兵们需要购买的 日常用品的清单 每次他们都会把钱 装在这个信封里边 或者把钱直接交给我们 说他们需要什么 在信封写好 我们就每次到站之后 按照他们信封写的 到超市或者商店 直接帮他们勾 有的是要转账或者打钱 就把卡号写在纸上 把他们的密码也写在纸上 我们去银行 代行办理一下 有时直接把现金给我们 对我们很信任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路程 军列终于按时到达终点 清水火车站 列车站卢慧龙他们将在这里 休整一个多小时 下午两点半 从清水站继续发车 返回东风站 军列从清水站出发时 临时机到上级命令 要求增加三节客车车项 拉运沿途点号官兵 返回东风站 进行训练考核 就在东风号列车满载的点号官兵 返回航天城的同时 杨天宝开始组织战士们进行篮球比赛 打球是战士们最愿意参与的一项活动 因为162点号最多时也就十几个人 最小时只有三两个人 能够组织起来半场球赛也是非常不易 所以点号的战士们都非常珍惜 这样的筋铁活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来 随着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航线和公路的开通 这条军列的重要性已经在逐渐的淡化 但是它依然默默的承担着卫星和装备物资的运送任务 这条铁路上也依然还会有像卢慧龙 杨天堡这样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官兵们 常年累月的守护在这里 为卫星的发射成功 尽自己全部的努力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一匹马如何才能入伍残军上阵杀敌 一匹军马为何能帮助骑兵所向披靡 一想不到的泽马标准凝聚了哪些智慧的捷径 微风凛凛的军马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和平年代走进全国唯一保留的军马场 为您揭开军马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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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冠户戏大标准